今天跟大家說新鋒機的新樓盤叫YOHO WES 就位於天水圍添永集常蓋 由新鋒機發展分為兩期 第一期就有4座38層高的物業 會提供1393戶 以中小營單位為主 三房以來佔了整個項目的75% 預計的關鍵日期是下年的9月底 先說一下項目的優勢 整個物業的基座就接駁了輕鐵 由輕鐵坐回去全馬市 然後去96個區 而屋苑也有條天橋駁回巴士總站 交通上是很方便 加上天水圍屬於北區 比較鄰近中港兩地的關口 都會吸引一批中港兩地走的居民 進去住或者置業 至於食物買東西尤其方便 附近有60萬呎的屋村商場 有銀座廣場、Teatown、天一商場 都可以滿足居民的人所需 而玩樂方面 可以在屋苑4萬呎的回所 或者6萬呎的戶外軟樓 大概10萬呎的空間 超過30種設施 可以給你慢慢玩 慢慢探 走出屋苑附近有天水圍公園 再遠一點有濕地公園 天水的體育館 基本上有很多康樂的設施 可以公司用 項目的景觀上有4種景觀 分別是向北的學校景 看回家戶山莊的麗湖 或者遠一點就看回馬路 或者鐵路徑 再看回市區徑 而一座向南的方位 就會看回自己的內圓 而二座向南的單位就好一點 因為它看遠一點 看回天水圍公園那邊 這個景觀都是整個項目最好的景觀 因為這個項目未出價 所以我們可以看回當區的二手赤價 可以做一個參考 首先最近距的就是嘉湖三座 1991年開始入伙 現時做的赤價大概是7000到9000元赤價 我猜應該不會跟口價去買 第二個有得比較的 就是2007年入伙的炮位號園 現時賣的二手赤價大概是9000到11000元 這個應該是值得參考的數字 而我個人覺得最有類比可能性的 就是同一個發展商不同系列出品 叫Red Lens Seasons Park 或者Red Lens 雪碑 都是新龍機 都是在天水圍附近 現時賣的二手赤價 12000到15000元赤價 如果以口價去開盤 就略為貴一點 不過Yohowest 大概一年的落花 再在價錢上折一折 我猜應該11000元赤價起步 甚至再驚喜一點10000元赤價起步 這個是我猜的 發展商做了一系列的軟小之後 都很快會推出價錢 到時我們再看看示範單位的用料 還有價錢 再分享一下我對這個項目的看法 今日的節目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贊、訂閱、分享 我是Louis 我們下期見 拜拜